上个卫生间要55块钱 堪称公共厕所收费的天花板 先上视频 从5月1号开始 全国就已经进入了旅游旺季 诸如此类的事情 每年都在发生 每年都在整改 可是为什么每年都是履禁不止呢 做旅游服务行业的朋友 可以继续往下看了 希望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就拿这个55块钱 上一次厕所的事情来说 首先这是公共卫生间 也是旅游厕所 是在景区里面 按理来说上个卫生间 肯定是要买门票的 但这只是按理来说 但是你想过吧 人有三级 如果你不想让来景区 玩的游客上你的厕所 那么请把你的制度 和告示牌摆出来 那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这就说明是管理不到位 告示不到位 制度不透明所引发的导火索 所以你不管是做旅游项目 还是做餐饮服务的 请把你的公式和管理制度 以及价格服务亮明 这样不仅给自己避免麻烦 同时也在给游客提供便利 不过话说回来 既然是公共卫生间 也是旅游厕所 那么适当的对游客和路人开放 还是有必要的 好了 那么今天是5月1号 在这里祝大家 节日快乐 最后呢 也希望看视频的小伙伴 到隔壁 带着鼓励 看世界 给个关注 谢谢了